在现代社会,高血压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,困扰着无数人的健康,为了有效地控制血压,许多患者不得不长期服用降压药。 然而,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,有一些禁忌事项需要特别注意,否则可能会影响药效,甚至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。 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长期吃降压药的五大禁忌,希望大家能够言以为戒,守护好自己的健康。 一,禁忌一,随意停药或换药。 高血压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,一旦确诊,通常需要终身服药。 然而,有些患者在服用降压药一段时间后,发现血压下降了,就自行停药或换药。 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。 首先,随意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反弹。 当人体长期处于高血压状态时,身体的各个器官已经适应了这种压力。 如果突然停药,血压会迅速升高,甚至可能比原来更高。 这会对心脏、大脑、肾脏等重要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,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其次,频繁换药也不利于血压的稳定控制。 不同的降压药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副作用。 适合的人权也有所不同。 如果患者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随意换药,可能会导致血压波动,影响治疗效果。 而且,频繁换药还可能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,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 那么,什么时候可以考虑调整降压药呢? 一般来说,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,才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药物。 一是血压控制不佳,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,血压仍然高于目标值。 二是出现了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。 如过敏、低血压、肝肾功能损害等。 三是患者的病情发生了变化。 如出现了其他疾病或并发症,需要调整治疗方案。 二、禁忌二,不按时服药。 按时服药是保证降压药疗效的关键。 然而,有些患者由于工作忙、记性差等原因,经常忘记服药或者不按照规定的时间服药。 这种做法也会影响血压的控制。 降压药的作用时间是有限的。 不同的药物作用时间长短不同。 如果患者不按时服药,就会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不稳定。 血压也会随之波动。 长期如此,会加重心脏、大脑等器官的负担。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为了避免忘记服药,患者可以采取一些措施。 比如,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服药。 将药物放在显眼的位置,以便随时看到。 或者让家人提醒自己服药。 此外,患者还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。 这也有助于提高服药的依存性。 三,禁忌三,不注意饮食控制。 饮食对于高血压的控制也非常重要。 有些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,却不注意饮食控制。 大吃大喝,摄入过多的盐分、脂肪和糖分。 这种做法会抵消降压药的作用,使血压难以控制。 首先,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。 摄入过多的盐分会使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升高,导致水钠株流,增加血容量,从而使血压升高。 因此,高血压患者应该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,每天不超过6克。 其次,高脂肪和高糖分的饮食也会对血压产生不良影响。 过多的脂肪会导致肥胖、高血脂等问题,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而高糖分的饮食会使血糖升高,加重胰岛素抵抗,也不利于血压的控制。 因此,高血压患者应该选择低盐、低脂、低糖的饮食,多吃新鲜的蔬菜、水果、全穀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 此外,盐酒也会影响血压的控制,酒精会刺激血管收缩,使血压升高。 而且,长期盐酒还会损害肝脏、心脏等器官,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因此,高血压患者应该尽量避免饮酒,或者限制饮酒量。 四,禁忌四,不进行适当的运动。 适当的运动对于高血压的控制也非常有益。 然而,有些患者在服用降压药后,却不进行任何运动,整天坐着或躺着。 这种做法会使身体的代谢功能下降,不利于血压的控制。 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,促进血液循环,降低血压。 高血压患者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,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、太极拳等。 运动的强度和时间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增加,避免过度运动。 一般来说,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,或者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。 此外,运动还可以帮助患者减轻体重,降低血脂和血糖,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 但是,患者在运动前应该咨询医生的意见,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运动。 如果患者有严重的心脏病、脑血管疾病等,应该避免剧烈运动。 5.禁忌5.忽视药物相互作用 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,患者可能还会因为其他疾病而同时服用其他药物。 然而,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相互作用,影响降压药的疗效或者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。 例如,一些非灾体类抗炎药如布洛芬、阿斯匹林等可能会减弱降压药的效果,导致血压升高。 某些抗抗抑郁药、激素类药物等也可能与降压药产生相互作用。 此外,一些中药也可能与降压药发生相互作用,如人参、肝草等。 因此,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,如果需要服用其他药物,一定要咨询医生或药师的意见。 了解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不必要的风险。 同时,患者在就医时,也应该主动告诉医生自己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,包括降压药、其他处方药、非处方药、保健品等,以便医生综合考虑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。 总之,长期吃降压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五大禁忌,即随意停药或换药,不按时服药,不注意饮食控制。 不进行适当的运动,忽视药物相互作用。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血压,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,提高生活质量。 同时,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,还应该定期监测血压,了解自己的血压变化情况。 如果发现血压异常波动,应该及时就医,调整治疗方案。 此外,患者还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,积极面对疾病,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。 最后,希望每一位高血压患者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,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,正确服用降压药。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,共同守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。 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,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。